这车里坐着的竟然就是一名网上的逃犯 逃犯一遇检查的也懵了 趁着民警不注意是撒腿就跑 而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反映过味来 跟在后面是一路的追赶 要说这民警抓捕过程 还真挺让人捏了一把汗 这眼瞅的距离是越拉越大 民警猛的来了一个小冲刺 等着距离稍微小了一点 这民警好像又不使劲追了 就感觉这俩的距离 都老是保持在五米左右 后来逃犯先受不住了 是越跑越慢 最终被民警一把按住 就脚枪投降了 对于这个抓捕过程 民警是有话要说的 他说了 其实自己早就能抓住逃犯 是故意让他多跑两圈的 如果当时就上去抓 逃犯逃跑意识太强 可能会为了逃命 伤害的同事们 倒不如在后面等着 反正这个逃犯也跑不过自己 等男子跑累了 这体力和意志都消耗没了 这样抓起来是更方便 也更安全 有网友就评论说 咋有一种猫遛老鼠的感觉呢 先可劲让你放飞自我 等到想抓你的时候 就是手到擒来 还有网友说 瞧见没 这就叫欲擒故纵 其实网友 网友万万没想到 自己走的最长的路 竟然是民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